歡迎各位一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多區的非建制派區議員 以及一些民間組織 自發搞了和理消的活動 一方面就要填補政府 取消了舉行年宵干貨市場的空白 另一方面就想著撐起黃色經濟圈 以消費來推動抗爭的運動 不過所有和理消的活動 都是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撓 甚至乎是政治打壓 首先是一班建制派的落選區議員 他們組成了一個組織 叫做議會監察 前陣子召開了記者會 大肆批評非建制派區議員 所搞的和理消活動 就是充斥著政治色彩 以及可能涉嫌有違法行為 好了 充當藍老虎以後 其他政府部門可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於是在批給程序上作出阻撓 比如說黃埔的和理消 這個活動是由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曠寶賢 以及另一名區議員關加倫所合辦的 只不過他們說收到運輸署的書面通知 處方以公眾安全考慮作為理由 拒絕他們借用紅磡碼頭對出的空地 作為和理消的場地 他們連日以來多番和民政事務處 運輸署、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以及其他相關部門作出周旋 最終都是無法紙獲批年宵市場所需的 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當然就無法在公共空間裡搞得成 好了 於是怎樣呢 你有張良計 他有過場梯 那些市民不知多麼聰明 你不批給紅磡碼頭對出的空地 給他們搞年宵嗎 他們就索性拉大隊轉場 決定去到黃埔花園第九期的九號水產那裡 舉辦年宵市集 其實目前你所說已經在搞定了 去到年三十晚 每天早上十一點半到晚上九點鐘 總之別人也是搞得成的 這裡只是說句多謝成哥先 因為黃埔花園的商場 都是允許他們搞的 不過似乎有些限制的 根據一些當主所說 商場事先說明 不能夠擺賣和政治議題有關的產品 只不過有些記者去現場立下眼 就發現很多當主都有展示了一些文宣物品出來 那些當然就不算擺賣 只不過是展示了一些抗爭的標語 口號 海報 由於上述的物品全部都並非用作售賣 故此也不應該算是違規 除了黃埔和李宵以外 其實在中西區的山城年宵 同樣都是遭受到打壓 這個活動本來是由中西區區議員張啟恩發起 想在正街的斜路上擺放山城年宵 並且設有社區小店虛視和文藝表演等等的活動 他透露 早在去年12月已經入址申請籌辦山城年宵 而消防署 早就批出了不反對申請 只不過 食環署的臨時公眾娛樂牌照 截至最近才有結果 最終以地政總署認為地點不合適為理由 拒絕了批給這個牌照 不批這個牌照又怎樣呢 一眾的中西區議員 決定在正街的樹擺放街站 同樣做到年宵的效果 而且還人頭湧湧 場面虛陷 即是教你這個部門情何以堪 打算阻止別人搞這個活動 打算散兵散水收皮 殊不知 人家用另一個方式來搞 同樣可行 除了區議員的街站以外 原來還有其他街坊 去到正街的樹是自發擺檔的 整個秩序非常良好 市民互相引釀未見到任何爭執 根據中西區議員任嘉儀所說 在正街上 平時都會有三四十個便衣 運在人群當中 而且也有些沒有穿著制服的食環處人員 在場視察 大家去到的時候就小心點 注意一下 剛才我提到 這個年宵是沒有獲法的牌照 為何還可以擺檔呢? 原來現場的攤檔是不設現金交易的 市民需要另行前往指定的區域 來排隊付款 再憑收據拿貨 亦可以與當主互相交換聯絡的方法 自行進行交收 根據有些記者現場所見 排隊付款的人龍就是打了蛇餅 而且等候時間還超過二十分鐘 但市民紛紛表示不介意 有些人怎麼說呢? 就說 維園今年沒有開到干貨市場 但在山城的年宵 反而感受到濃烈的過年氣氛 問你死了嗎? 千方百計搞盡老汁 想著阻撓這些活動進行 不過市民依然前赴後繼 排隊付款 這種已經是民心向背的展現 到底為何在中西區 要搞這個山城的年宵 根據任嘉儀議員所說 原來中西區過去二十多年 都會在政階這一帶設有虛視 在過年時間 他認為有助聯繫街坊的感情 亦可以吸引到外來市民 去到場裡了解區內文化 這個活動 我實在覺得 無論是在目的方面 或者是在推動黃色經濟圈方面 都是做得不錯 而且還繞過了所謂現場付款的程序 這就是他們想得非常周到 就算有些人在現場 秦來又如何 便衣又如何 他真的沒有違法 實際上這個打壓 顯示得到是徒勞無功 那些市民依然 就是選擇前赴後繼去光顧 而且是人山人海 那你打壓些什麼 你不如就順應民意好過 何必在這個臨時公眾娛樂 牌照的批級那裡作出阻撓呢 現在給人一個感覺就是 政治凌家一切 政治立場先行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那些建制派區議員 走去申請這些事情的時候 照樣是批級的 為什麼現在換來了一群 非建制派的區議員 走去申請同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變成不批級呢 那到底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是不是一年之間的變化這麼大呢 還是有什麼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 是不是 你不如說出來給大家市民笑一下 這些事情就反映得到 民心思辨是勢不可黨的 你越打壓就越多人去 市民沒事的 根本就是把這個和理燒 就是支援黃色經濟圈的一個活動 你想怎樣呢 你不讓他搞什麼 現在不一樣是照搞到 照運作到 當然有很多人都想中斷這個運動的進程 在打擊那些激進示威活動的方面 不少的激進示威者 都是遭到警察上門 拘捕和守屋 好了 這些相對是和理非的活動 簡直是有什麼呢 黃色經濟圈就是消費的 只不過這個消費 大家就是一個共同的理念 無論是販賣的當主也好 去光顧市民也好 大家都相信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於是他們可能覺得睹眼睹鼻 連和理非的行為 都是同樣遭受到打壓的 其實這是很清楚的 不少遊行 去到最後的時候 他就去搞大圍捕 是又拘捕 那些有很多都是和理非的市民 哪裏是激進的示威者 反正他就是打壓完激進的示威活動 七七八八 連和理非他都不想看到 這是太過明顯 太過著迫 但是市民由想盡辦法來堅持 政府也無可奈何 現在別人換個形式 黃埔那裏 你不讓他搞 轉場 中西區 你不讓他搞 他現場不設現金付款 麻煩市民排另一條隊給錢 照樣都有市民排隊 還排足20分鐘 那你也無話可說 這些就是民心背向的彰顯 過年的氣氛 你又不讓別人感受 實際上你食環處 就應該搞這個干貨市場 不過就算你搞也好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會杯葛 那你就任得民間組織也好 區議員也好 別人有心搞 你就批給他搞 你又不讓他搞 實際上你想怎樣 你是不是不想市民感受到過年的氣氛 或者年尾流流有一個機會 讓大家一起逛街聚一下腳 也不行 喂 他說就說黃李燒 實際上他不只是目標對象針對黃絲 一般市民走過下街都可以去 他服務的對象其實是整體的市民 只不過他搞那個就是黃絲 你就不喜歡 你就不搞 那為什麼過去二十幾年藍絲搞的時候 你又被搞呢 這些就很荒謬 但是不少市民都選擇了堅持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不只是見到希望才會去堅持 而是堅持才會見到希望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